哈囉 你好 我是克雷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前幾支影片我們講過日本戰魂的一些極端分子 有極好女色的秀吉 有不敬女色的謙信 而今天我們就要來講講對外一條龍 在愛情面前男抬頭 同時也是謙信的老對手 人稱賈匪之虎的武田信玄 在進入主軸前 讓克雷簡單介紹一下武田信玄與他的形式風格 武田信玄作為賈匪國守護武田信虎的敵張子 是賈匪元氏的敵流 賈匪武田家第十九代當家 戰國的大名 一聲硬派的作風與靈活的戰略 給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實信玄當初這個當主的位置差點不保 信玄的父親比起敵張子信玄更偏愛赤子信凡 並意圖改立其為下一任當主 在長期親子關係矛盾與全城的支持下 1541年6月 信玄成了信虎造訪鄰國時舉兵叛變 流放了自己的父親並順勢坐上當家的寶座 一個你不喜歡我對吧 那就不要出門啊 只要你腳一踏出去就不要想要回來了 除了擅長鎖門坑堤以外 戰場常信玄對待敵人也是冷酷無情 一次在包圍滋賀城的過程中 信玄把前來自願的敵方全數殲滅 並將敵對士兵的首級全數排列在城外 使得守成士兵的士氣大大受挫 最終難敵武田均而陷落 其飄和硬派的性格有以上事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而這樣一個霸氣又強悍的武將在愛情面前卻一反常態 卑微到讓人嚇掉下巴 現今東京大學就存留著一封武田信玄寫給男寵春日援助的請書 請書的背景來自於長期受到信玄闖的援助 在迷其郎到來後 因為信玄移情別戀的行為促進大發 份而不再理會信玄 為了挽留愛人的心 信玄趕緊提筆寫下一封求生意志堅強的信 現在讓我們來稍微念一下 這封齒力滿滿注意讓信玄社會信身王的信是怎麼寫的吧 我我我我之前是有去過迷其郎那裡沒錯啦 但我跟他沒有瓜葛 我保證我講的都是真的 我絕對沒叫迷其郎來陪寢過 當然白天晚上都沒有 如果這樣你都懷疑我的話 會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我保證以上我說的都是實話 如果有說謊的話 就讓這些神明都在懲罰我吧 這封信本來應該用請起的捐資來寫 還要印上牛王寶印 但今天是祭世神佛的節日 我怕人多嘴傻會講你閒話 所以先寫在白紙上 等我明天再正式的重寫一遍拿去給你 信中微微諾諾的樣子 是在難以想像 與前面提到作風飄和洞族仙姬的武田信玄是同一等 這邊大家可能會好奇什麼是奇情文呢 奇情文是日本古代做成誓言的一種古文書 人們會將想要起誓的內隆寫在牛王寶印紙的背面 相傳若是起誓的人打破誓言的話 熊野大神的神鳥烏鴉就會死去一隻 本人也會吐血跟著墮入地獄 通常奇情文會使用在正式的場合 比如大民間的義和 人治人身安全的保證等等 在戰果時期拿來寫給男寵的 信玄可能是第一人了吧 由此可見信玄的道歉信 不僅低聲下氣 還用超規格的格式來寫成呢 而關於信玄這位愛人的身份 目前一派的看法認為 春日援助可能就是後來武田家的重臣 高板昌信 高板昌信本名春日虎剛 又稱原武郎 據傳信玄因為他長相貌美而將他遭為禁喜 除了幫信玄打點生活大小事以外 高板昌信後來也被升職為 率領100期的竹青大將 並在軍事上展現出色的才華 他擅長避免與敵方正面交鋒 撤退戰更是他的拿手好戲 因此有了桃壇鎮的稱號 高板昌信在信玄死後仍繼續為武田家效命 可以說是見證了武田家從興盛到衰弱的老城 近年另一派說法則認為原著是否真的是指原武郎這件事情存有疑慮 再加上文獻中春日兩次有事後添加的可能性 所以關於這位武田信玄的愛人的真實身份人無定暗 不過信玄也不用太難過 這種寫給男寵的變白書信 不只被保存下來還被後世看光光的羞死play 前陣子介紹過 作風奇葩的東北之龍伊達正宗也有相同的遭遇 正宗曾在酒宴上回自己的小信 職野作死狼與別人遊覽 幾杯黃湯下渡後講了很多很難聽的話語 職野作死狼不願受辱 便用刀割傷了自己的手臂 以此寫下的寫書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正宗久醒後收到信驚覺大勢不妙 趕緊回了一封篇幅超長跟入文一樣的辯解信 至今這封信仍被保存在仙台勢力博物館中 這種男性間的戀情稱之為重道 一開始盛行在平安時代的貴族和僧侶之間 到了獅廷時代武士階層也開始流行起這種關係 而日本戰國時期更是在上流社會裡畏畏風潮 其他比較有名的重道關係 還有像是織田信長與森蘭丸 德川佳光與絕田正盛等等 看來並不是只有武田信玄對男色情有獨鍾呢 這封寫給春日援助的書信 也意外的展現了這名熊霸一方的猛將柔情的一面 畢竟刻板印象中男孩子就是喜歡一些比較陽光的事物嘛 像是男孩子之類的 這個頻道也介紹遊戲與歷史的有趣知識為主 喜歡的話也可以訂閱一下或是選擇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古人有八卦 關於武田信玄的大叔之愛 非常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是克雷 我們下次再見 明文字幕 by組閒 文字幕 by 李沛 文字幕 by 李沛 李沛 谢谢大家